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其实我的系列本来是在讲新教五圣 讲了三个人以后 然后就突然在年终碎尾到了这个时间点了 我们就插入了另外一个小系列 是关于时间问题的三讲 上一次我们讲到时间的受造 我们说时间是为容神一人而造的 不过罪的本质是什么呢 罪的本质就是容神一人这四个字的反面 就是亵渎神伤害人 所以虽然这个第二讲的题目 我给它起个名字叫时间的受害 但是大家应该知道 时间本身并没有为格 所以说起来其实时间也不会什么受害 对吧 所谓时间的受害 其实是在说上帝创造的这种美好的万物个案其实 这些时间 这些容本来为了容神一人而造的时间 时虑 时虚 是如何在被罪人的亵渎之后 反过来堆长汉 对吧 大家要理解是这个意思 就在彩虹之约当中 我们说那个是对于普遍恩典宣讲的最为清楚的圣约之一 在那个彩虹之约当中 我们看到上帝以他的恩典单方面的应许和保证了 即便世界堕落了 但是有一些自然律 那些节律仍然是在正常运行的 具体来说就是日升月落 斗转星移 昼夜更替 四季轮换 对吧 这些事情它还是在照常运转 如果它不照常运转之后 我们的伤害麻烦就要大了 所以 罪呢 对于时间的伤害 主要不是天上的节律 你人的罪再大 地球还是绕了太阳转 是吧 所以它的这个节律的伤害 其实最主要的就体现在 我们刚刚读的那些经文 也是那些经文所说的 相对应天上的节律来说 就是人间的节律 最主要的是对人间之节律的伤害 具体来说 这经文说的就是人的生命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的敬拜 你的工作 人的生老病死 婚丧嫁娶 战争和平 等等 是这些方面 对吧 所以它是对这些方面 对人间领域伤害是最为严重的 而这些都属于叫做普遍恩典的范畴 传道书是一个在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讲 最为世人所能够接受的 我都感觉 我就应该听过一些很多流行歌曲 简直就是这个 刚才这个生有时 死有时这些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版本 对吧 世人在这种普遍恩典当中 他很能够知道 这种万物都有定时的美好 也很能够知道 他们被破坏之后 那种伤害是什么 比如我最近听到一首歌 在网上看的时候 我一看这个歌的名字 我还以为是赞美诗 叫奇妙能力歌 基督徒一看 但我觉得都会跟我有一样的感想吧 你觉得是赞美诗 但我查了一下 好像不是 而且那个作者应该也不是基督徒 不过礼拜仍然有几句歌词 我还专门把它摘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很意味深长 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也挺有相关之处的 有这么几句话 他说 我知道美丽会老去 生命之外还有生命 我知道风里有诗句 不知道你 很有意思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个创作者和唱歌的这个人 他虽然不知道你 就是不知道神 我理解 但他仍然在普遍恩典当中 知道衰老和死亡必然的存在 美丽会老去 对吧 而且他仍然在向往死后的生命 是不是 生命之外还有生命 仍然在这种向往当中 还在珍惜风中的诗句 所以说看起来 光从这几句来看 他几乎都已经要接近 传道说的核心了 似乎再说下去 他就快说到 日光之下都是捕风 神的作为不能参透 这些事 是吧 这个风格就很像了 对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这个是传道书最主要的结论之一 对吧 至少是不能都参透 你想在起初 那个空虚混沌的黑暗渊灭 三位一体的上帝 应该都是参与了创造的 圣经说 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 对吧 然后神说要有光 你会发现这里面 三位一体都在了 是不是 说就是那圣道 所以 虽然知道三一神 创造了这个世界 但是那个具体的细节 我们其实是 不能够全部参透的 从始至终的作为 那个是始 那个作为我们不能参透 不能完全理解 圣灵的作为 更加是不能够完全理解的 圣经怎么形容圣灵呢 说它像鸽子 有时候像火 又像舌头 又像 最主要的是说它像风 是不是 像风 说它随着自己的意思吹 你听到风的响声 可是你不晓得它从哪里来 它往哪里去 所以 任何人想要去 操纵和利用圣灵 那都叫做 名副其实的空虚和捕风 是吧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风是没有定向 它要做的事情 是在一种混沌系统当中 你不能掌握的 多少年前 有一次我走在大街上 我叫他买了什么东西 手里那十块钱 就被风吹跑 然后我就 忽然有一个很理性的 很逻辑性 很强的一个设计 我就立刻拿出十块钱 又拿十块钱 说只要风 再把这个十块钱吹走 它应该把刚才那个 就能够追上去 我跟着这个 就能找到刚才那个 当然结果 大家应该很清楚 就是我一共丢了二十块钱 是吧 所以圣灵不可以操纵 你也不能利用风 是吧 就像风中的诗句 你只可以欣赏 没法分析 风的作为 你可以感知 你很难证明 所以 鲍布迪伦那首歌 也有大智慧在里面 你问我答案是什么 朋友 答案在风中瞟 是吧 对基督徒来理解 这是黑非常意味深长的 同样 他说到美丽终究会老去 这也是因为罪 经上说 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 死亡 衰老 美丽会老去 这个说的都是叫做一个 时间或者叫伤的单向性 对吧 传道书当中有十二章 另外那一段的经文 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他说我们要纪念造我们的主 趁着年轻的时候 不要等到后边一大堆的排比句 说的就是世界最后怎么败坏的 对吧 不要等到看守房屋的发颤 有力的屈身 推磨的稀少就止息 从窗户往外看的就昏暗 街门关闭 推磨的响声微小 等等最后银链折断 金冠破裂 瓶子在全旁损坏 水轮在井口破烂 尘土仍归于地 灵仍归于次灵的神 所以说当最进入世界之后 你发现生命 虽然生命之外还有生命 但是生命本身在你可见的范围内 终将衰老和败坏和灭亡 这就是一种单向性 所以严格的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进化论 严格的说 宇宙当中最终极的规律之一 叫退化论 对吧 万物都会消亡 会退化 达尔文想要来正面挑战 加尔文之前 其实还应该先过一下 开尔文这一关 开尔文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对吧 所以呢 我们需要像这个经文所说的 传道书的经文所说的 我们要趁着年幼 还没有衰败的时候 纪念造我们的主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不是他恩典的保守和命定 衰老死亡 彻底的败坏 这些事情终究是不可避免的 是因为有神的恩典 在其中工作和运行 秩序和生命 才得以暂时存在 以及指向那永恒的存在 所以从教义的方面来讲 我们说 在彩虹之约当中 对于自然节律的这些守护 或者说是在这种人间的节律当中 上帝各按其时 使其成为美好的那个万物 和他的那个节奏感 我们说 上帝对他的安排 保守 命定 在教义上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上帝的 护礼之功 护礼之功 所谓护礼 意思就是说 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后 不是把你一脚踢开 放任 自留 让你自生自灭 而是说 还要透过他全能的护礼 引导着被造界 照着他的命定旨意 最终要达成他预定的目标 所以说这种护礼的教义 其实已经在反对各种 什么神导进化论 神导什么历史观等等 所谓的神导的意思是什么 基本上的意思都是在说 他把宇宙形容为是一个 一个发条玩具 上帝就是起初把这个发条拧紧了 然后走你 再也不管了 就是让发条带着你走 他是以这种方式理解宇宙的 可是我们说护礼这件事 就是在告诉我们 上帝不是宁颈发条之后 就不管 他是宁发条了 这个发条的运行就相当于是自然规律 对吧 但是他仍然在随时看护 和让这个自然规律可以运行 在这个威斯米斯的信条当中 他对于护礼之工是这样说的 他说上帝这位万物的伟大创造者 以他无谬的知识和自由 且不改变的主权意志 实施最智慧和最圣洁的护礼 他用了四个动词 就是托住 导引 解决和统管 被造全足 世间动态 天地万物 从最大到最小 为的是使他智慧全能 公益良善 恩慈的荣耀得着送赞 这个形容可以说是很精准的 这叫做护礼 正好我上周在学的神学课里边 我发现我正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 那个材料提供了另外一个解读 也挺好的 荷兰神学家巴文克 他也谈到了护礼之工 这个是用四个动词 他用了三个动词 他说上帝的护礼之工就是 保存 协同和 同管 在我来看 他其实就是把西敏的那个四个动词 中间的两个 合成了他中间这一个 也就是在他所说的这个协同 应该就等于刚才所说的导引和解决 而保存和这里的托柱 同管和那个同管 这是一样的 所以呢 他是用这个方式来去理解的 我更喜欢这个一些 为什么呢 我会稍微点解释 在这个巴文克这个版本的三个词 它的意义大概是这样 什么叫保存 他说保存就跟创造一样 是上帝的直接作为 但是和创造又有区别 创造是一个一次性发生的事情 可是保存呢 是让他持续性的可以维系 有点打一个比方 就好像说 打江山这是一次 坐江山是在维系 是不是 创造世界只有一次 但是让这个创造的世界 能够得以自然的运行 能够不受阻碍的运转 这叫做保存 这个是有圣经的经文的依据的 比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讲 神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拖住万有 拖住这个词 具体怎么拖住 这个可以展开来谈 比如 有没有你觉得 小孩觉得最奇怪 就是太阳为什么挂在空中 是吧 后来你知道了是万有引力 可是万有引力 没有解释一个问题 是我们这些 所有的这些星系 为什么在空中 还是漂浮着 互相能转 你说那是某种力 在拖住他 好 那你这样讲的时候 你已经在对这个词 提出科学解释 对吧 上帝用他的命令 拖住万有 就这样的意思 在尼西米记里边 也提到说 唯独耶和华 创造了天和天上的天 并天上的万象 地和地上的万物 海和海中 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 也同样是这个意思 《使徒行传》里边 很重要的那些经文说 我们的生活动作 存留都在乎他 存留 在乎 这也是说 那个保存的意思 这样子 所以说上帝的这种保存 实际上是反伤的 我们说那个伤 就是无序度增加 是时间的单向性 然而上帝的保存 就是在逆转 甚至于 或者至少是延缓这件事 对吧 延缓这件事 古人为什么都喝酒 因为古代卫生条件不好 水里边寄生虫很多 酒这个东西 保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越是烈酒 保存的可能性越大 对吧 你没有听说过 你家的蜂蜜 或者是那个烈酒里边 生虫了吧 不可能 是吧 你家烟的大酱里是有虫 那说明你的浓度 还是不够高 你要是特别闲的大酱 他也活不了 圣经上说 基督徒是世上的盐 他很多时候 就有这个保存的意思在 是吧 你拿东西 把它淹了以后 它就能存留下去的时间 长一些 所以保存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可以讲就是 创造的延续 主耶稣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这个做事直到如今 就包含了保存这个概念 这是第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说这个 保存是创造的延续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它有相关性的 创造 一般来说它的反面 像小孩给他出一个反义词 创造的反义词是什么 我一般想到是破坏 是吧 是毁坏 但是如果说创造 它改变了什么情况 它征服了什么 那就是虚无 是吧 所以说上帝是创造生命 征服虚无的灵 魔鬼就是一个毁坏生命 和制造虚无的灵 这就是核心 但凡任何的一种灵和势力 专门是从事破坏 和制造虚无的 你就知道它属魔鬼 因为属上帝的灵 是用创造 制造生命 或者保存生命 保存秩序 这是它的记号 就像起初的 以前我记得我也讲过好多次了 圣经起初讲的 第十空虚 混沌 黑暗 这三件事 正是对于虚无的三方面形容 所谓的空虚 就是没有内容 所谓的混沌 就是没有秩序 所谓的黑暗就是没有光明 创造正是对于虚无的征服 以内容征服了空虚 以秩序填满了混沌 以光明驱散了黑暗 这就是创造的实质 让人死里复活 这是一种新的创造 实质也是这种对于虚无的一种征服 就是对死亡的征服 所以我们说保守就是保存 就是对这三方面事情的一个延续性的持守 这三方面体现在一切受造物之上 缺一不可的 内容 秩序 和光明 就以这个创造物的最高峰 就是人为例 这三样都得有 才叫一个真正的人 正常的人 如果这个人只有内容 没有秩序 也没有光明 没有光明就是没有热量 比如 这个就叫做已经僵硬的尸体 对吧 是有内容 如果你只有秩序 没有能量和内容 那是没有成型的基因 如果只有能量 没有内容 也没有秩序 那就是干脆就是在散热而已 热量是吧 所以这些事情要以某种特别神秘的 神所创造的规律结合起来 才构成了生命本身 这个还是好理解的 但是下面这个我想是今天的重点之一 就是第二句话 叫做协同 这个定义是很精准 他说 协同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上帝护理之功 协同 虽然万物按照上帝所命定的次序在运行 但上帝并不禁止第二因的存在 也不否定人的责任 第二因可能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值得我们去注视的一个概念 所谓的协同指的就是 上帝可以让第二因充分表现出来 而不改变它 好事坏事天灾荣获都包括自然规律都包括 上帝让这种万物内属的这种第二因或者规律或者属性去运行 这是A B就是上帝都可以利用第二因作为途径来完成他预定的工作 比如说犹大在卖主这是犯罪的 对吧 他要负上他当负的责任 然而他卖主这件事都可以被神使用 成为主实现救赎计划的其中一环 对不对 这就是神对第二因的使用 然后C就是在说 上帝还可以直接介入的方式改变第二因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神迹 第二因在不会引起混淆的情况下 基本上你可以等同为就是自然规律 或者我们说的那种截律 对吧 这种时序这种截律 上帝对这些截律通常是让他去运行的 但有时候也可以去利用它 有时候还可以直接干预它 这就是说协同的意思 所以中文我们把这个巴文克用的这个词翻译成协同 当然了那个原文是荷兰文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是吧 只是根据中文英文看到 它这个翻译叫协同 我觉得翻得非常的精妙 因为协同这个词 最近正好看了一本书 它叫协同学 是一个科学的著作 它用的是下边这个词 第二个词 而这个词又来自于第三个词的这个希腊文 第二个英文来自第三个 你一看就知道它是自根是一样的 是不是 来自第三个这个英文 希腊文 而这个希腊文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一句话 万事互相效力里边效力那个词 那个原文 所以说万事互相效力就等于说万事互相协同 使蒙照的人得益处 就是能爱神的人 所以我说这个词翻译的挺准的 而且很很很微妙 这种微妙性就体现在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是很奥妙的 所以我想给一个这样的定义 到底什么叫协同 或者说其中的协同的第二因 就是那很多时候啊 绝大多数时候指的是什么 就指的是上帝那个看不见的手 就是内秉于万物当中的真正的那种物理 万物之理 是神所命定的一些定理定律定期 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第二因 或者协同 万事互相效力 它到底怎么互相效力呢 这个就是很多人不是真明白的话 对吧 你光知道起因和目的 但这个过程是什么 不见得都清楚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上帝的心意 不能够认识 不能够接受 特别是在我们谈到跟预定有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总是在迷惑 我们总是摆不清神的这个预定旨意和那个能力 和我的责任 以及第二因之间的关系 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 第二因的存在和性质 具体表现为就是 在上边所说的协同的ABC三个方面 很多时候基督徒过于看中C了 忽视了A和C A和B 可是你要知道 A B才是常力 C那个叫特力 对不对 那个很经典的笑话 很多人都听过 一个基督徒困在洪水当中 求上帝来亲自来救他 这时候呢 警察划着皮划艇来了 说快上船 他说我不用警察来救 我要上帝亲自来救我 过了一会儿 邻居又可能整了几个木板子 大木盆飘过来了 说快快快上 他说不 我不用你邻居救 我不能借助人的手 我要荣耀上帝的名 要上帝亲自来救我 最后特警开着直升机来了 掉下个梯子 赶快往上爬 他说我不仰仗人的势力 直升机 我要上帝亲自来救我 最后他就死了 在天堂见到上帝 很抱怨 上帝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上帝说我都派了三个人去救你了 是你不要来的吗 对吧 这个意思其实想说的就是 他要那种神迹 他不要接受这个邪童 和万事互相效力里边的 皮划艇 大木盆和直升机 是不是 他不要那个常态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总是在这纠结的 就是这个意思 总在寻求某种 跟上帝的特殊经历 和交接的过程 好 这是第一个方面 因为如果总是求这种事情 你就会忽略了上帝 所命定的这些规律协同 以至于不去尽自己的责任 不去认清这些规律 和掌握和使用这些规律 你要上帝改变这些规律 用某种特别让你 直接了当的走捷径的方式 让你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看中C 不看中AB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即便知道了第二因的存在 也知道了特例和常例之区分 可是 这样的弟兄姊妹 我们有时候还会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对于第二因 就是万物之规律和截律 对于它的深刻性和奥秘性 认识是不足的 就像我昨天在读者会里 也跟大家讲 我说 中国人这么高举科学 反对信仰 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科学素养太高 恰恰是因为科学素养太低 并不真的知道规律和科学 它背后深深的那些意义 没有全面地了解科学意味着什么 所以才会拿着半瓶的醋到处去 显摆晃荡和对抗 真正的大科学家没有说他不承认上帝的 他都知道这些规律从何而来 所以当我们对于第二因的那种深刻和奥秘和复杂性认识不足 我们就经常不由自主的会把万物运行的规律 以一种过度简化的方式去理解和应用 过度简化 你要知道上帝创造非常的奥秘和伟大 对吧 但这种奇妙和伟大其实有两种表现方式 第一种的表现方式是简洁 整齐 有序 这个不用多说 这属于常识 属于我们大家都认同的东西 对吧 比如你看到天体运行的那种规律性 精准的哈利会已经76年回来一次这种 对吧 包括你看到了数学和逻辑那种严密性 那种方程自然定律的那种奥妙 你看到了这种整齐简洁和有序 你就送赞上帝 你觉得非常的伟大 这是第一种表现方式 然而创造的奥秘和伟大 还有另一种表现方式 它看上去是刚才那三个词的反面 它表现为是复杂 混沌和参差不齐 当我们看到这种事的时候 就会觉得出乎你的意料 你觉得这个怎么也可能是上帝的美和伟大和奥妙呢 好 现在看来必须要举个例子 再不举我们大脑的这个商就要增加到有爆炸 是吧 比如说我觉得假如你这两年咱们都经历过 也看到过这种事 比如说 前两天前两年有一种大蒜被炒得很热的时候 叫蒜泥狠 是吧 后来是黄豆 叫豆泥丸 后来还有这个唐 唐也炒得很厉害 就是什么唐玄宗啥的 是吧 就是这些事说明什么呢 你发现就是好像有不法奸商在这操纵市场 倒买倒卖 囤积居齐 你觉得这种市场规律被他们破坏了 如果此时你正好大权在握 你就会很愤怒的要制止这帮人的这种投机牟利行为 你要加强管制 甚至于我们要搞计划经济 你需要知道这就是马克思起初的这个脑洞 他就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你这种取利这种剥削造成了这种不平等压迫 是吧 我们要用人的计划让这些东西都合理 可是你要知道你的这种或许的貌似上的好心 却恰恰会把经济彻底搞广 苏联这些国家的实践已经给出我们最好的证明了 对吧 而所谓市场经济这个的意思 其实就是把复杂至极的这种市场问题 经济问题交给看不见的手去处理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 是吧 这句话应该是哈耶克提出的 我们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 你想一想 是不是恰好就是这种经济腾飞 就是从认清了这一点开始 对吧 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想说 那些貌似特别简洁有序整齐 但是出于人为的计划 那是对上帝精心设计 甚至调试过的那些复杂系统的一个过度简化 轻就是无知 重其实就是亵渎 拿自己当神 所以它通常只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就这个意思 另一个例子就是我还在当计算机老师的时候 我很喜欢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大教堂与集市 这个漫画很有意思的 它这个道理是在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一个软件项目 很大的一个软件项目 我们现在只有12个人 人手不够 你想完成这个项目 你就要怎么办 正常思路就是赶紧再招聘 对吧 请更多人进来 然后呢 分好部门 做好流程 训练它 加入团队 最后呢 保质保亮 把这个完成 就像你修建一座大教堂一样 对吧 非常有秩序 但是你后来就会发现 经常越这么高 最后你发现 你训练新人的成本 已经超出你 不如自己去干了 就是那个意思 对吧 最终你拖住了泥潭当中 什么都干不成 而另一种模式呢 就像乱哄哄的菜市场一样 菜市场看起来特别没有秩序 但是其中你却发现 物价和这些物资的充分供应 各方面 最后形成了一种 无序中的非常有序 对吧 各得其所 而且大家都比较满意 价格也比较合理 供应也比较充足 是不是 都搞计划经济的时候 都得拿品票供应 是不是 所以软件也一样 它有一个办法就是 干脆我就不请那么多部门 我就这12个人 其他东西都外包 甚至是发到网上去 让那些热心的程序 而自己去完成 互相在这种乱哄哄的 合作当中去完成 今天咱们用的所有手机 那个底层的操作系统 都是用这个方式完成的 它的成功已经证明了 那种无序中的有序 是某种更深刻的常识 只是不是很多人 都认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就是 对于上帝那种复杂性之美 和那种看似不整齐的整齐 看似没有秩序 但其中隐含着大秩序的那些东西 我们认识的太少了 这种大型软件项目 或者人类经济活动 或者历史这些事 其实这种大部分系统 都属于一种极度复杂的系统 在这种系统当中 上帝所设计的第二音 具有某种特别深刻的 不那么容易发现的最高的美感 所以就是在这种复杂性的系统当中 它对于很多条件是很敏感的 一点点的变动 失之毫厘就谬一千里 你记得圣经上 有没有注意 咱们经常讲 我们发音要标准 圣经上有没有因为口齿不清 要杀身之祸的 是剥裂和吸剥裂这个差别 就可以带来生命的 生死的问题 是不是 还包括 亚伯拉罕跟罗德 你往东我就往西 你往西我就往东 看起来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抉择 是不是 可是最后这一个分家 带来的是两个民族 摩押人 亚门人 还有这边是以色列人 是吧 我在 上周看了一场话剧 里边提到英国历史上的一个王 叫里查三世 他最后在战场上绝望的呼喊是 我愿意用我的王位换一匹马 因为他的马中间死了 他没有战马了 所以他就被杀了 然后他的王朝就终结了 他的王朝终结是因为他的马 他的马又可能是因为那个马蹄铁松了 那个马蹄铁松可能就是因为那天早晨那个铁匠少定了一锤子 可以说这么一点点的细微差别可以带来一个国家的灭亡 你会觉得这个好无奈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 这就是我说的复杂系统 在这种复杂系统当中的某种深刻的一种美感 和上帝的护理在里边的隐秘运行 万事怎么互相效力呢 上帝就是借着那个铁匠扫定了一锤子 让你这个邪恶的暴君灭亡 让这个因果能够得以统一 得以繁荣昌盛 或许这就是上帝协同的那个方式 效力的方式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意思 至于说铜管 就是说上帝的主权 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 这些事都服在他的权柄之下 所以呢 这些护理的事情最终仍然指向上帝的铜管 好 有了这些教义的铺垫之后 我们再来可以看一看 到底罪对时间构成了什么伤害 其实这个话的意思是说 被歪曲被亵渎了的时间 对罪人构成了什么伤害 或者罪人表现的一些 这种悖逆的方式是什么 我将它用三个词来去形容 对于这种上帝所造的时间的犯罪 大概可以叫做 背食 失食 还有叫临食 背食和失食的意思呢 就是你主动去对抗天食 这叫做背食 相对而言啊 虽然自己很愿意顺应这种天食 但是因为你的罪或者软弱 或者是 不由你去更改的形式 而被动的违背天食 或者可以叫做失食 这个背食和失食就是个定义而已 这个区别大概就相当于说罪恶和罪迁 主动犯罪和被动犯罪的那个区别 大概就是这个区别 在本次的系列正道当中 当我说到天食 甚至于天机 定食 定期 节律这些 这都是同意思 总之就是对上帝创造的护理之功 在时间方面的护理之功的不同描述 好 背食之罪首先就会变成叫做改变时间的定义 在但一里说的第七章 有一节经文 提到一个非常像敌基督的人 说这个人会做什么 他来了以后 他会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 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下边那句话叫 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 所以呢 改变节期和律法 也就是改变纪念 改变节期 改变节律 目的都是改变时间的意义 因此就构成了对上帝的对抗 或许只能过国产的节日 不能过阳节 就有可能属于这个 但是另外一种 比如 这种东西 我们以七成二十四小时的工作制 大干一百天 怎么怎么样 这种就是不折不扣的 一定属于在对抗天使 因为上帝要人六日工作 一日敬拜 是不是 而且这六日工作 在每天也是要的日出而做 日落而行 没有叫七成二十四小时这么干的 这就是答人不当人 这其实在对抗天使 你要明白 你把自己要搞成这么忙 也是一种犯罪 当然很多人是被动的 搞成这么忙 对吧 这是一种背识 另外一种改变时间的定义 更常见的做法 就是改变时间的记录 或者改变这个记录的意义 就是通常说的篡改历史 奥威尔有一个小说叫1984 里边对这个有特别精彩的描述 但是你并不需要非得看这本书 才能明白要说什么 因为它的核心精神 完全可以在我在网上找的一首 网络打油诗里边找到 你可以看看这首诗 伟大领袖毛主席 千古英雄张学良 弃守东北蒋介石 逼蒋抗日西安盟 百团大战避万敌 中流砥柱抗日强 反动图仆曾国藩 汉奸贼人李鸿章 太平天国旧苍生 义和全民万威王 农民起义皆伟大 地主老财厄鲁朗 美帝投降中朝圣 文革祸首四人亡 自卫反击打越南 自然灾害闹计划 不解释 我只想说一点 如果这些你认为 对啊 不都是这样的吗 就是对的呀 这些都是对的呀 或者大部分是对的呀 你如果是这样接受的 已经认为这天经地义了 我就可以告诉你 背识这种罪 已经给你造成了不少的伤害 已经给你造成了 几乎不可逆的伤害 用没有实态的语言 记录没有真相的历史 正是一个没有记忆的文明 能够活下来的 没有后路的选择 再下边 背识之罪呢 还可以体现为 对上帝那个护理的意义 和定义的歪曲 比如举个例子来说 刚才我们提到 叫做自发秩序 这个词 对吧 在哈耶克这些经济学家 在他的定义和使用当中 这个词很可以接受 因为他说的自发秩序 就等于是在说 在市场当中 上帝看不见的手在运行 它是相对于人为秩序来说的 他说那有一个自发秩序 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在其他一些人 用这个词的时候 不见得就心存敬畏了 就我刚才说的 我读那本书叫《邪童学》 那个作者 一个德国的 一个可能是学者 我觉得是个 有点像假学者 他写的这个东西 就以一种特别奇怪的方式 他把这个自发秩序 认为就是 有机物 无机物当中 自己就有的 由自然选择带来的 某种内在属性 世界的演化和进展 都是从这来的 他基本就是这个观点 写得非常肤浅 所以非常不好 所以这种做法 其实就是在歪曲了 一些个术语和定义 然后背识之罪 第三个方面 还可以叫做 跟刚才有相关 就是罔顾上帝的护理 要悍然建造巴别塔 来去取代看不见的手 首先我们记得 以前我讲约拿书的时候 第一讲前传 我就讲巴别塔 对吧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上帝 为什么要人分散全地居住 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人分散 其中就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唯有分散 人才能够去 更多的去遇到 蕴含在第二音里的 那个自发秩序 只有人在分散之后 才能够以 无序中的有序 更好的实现 叫万物各种其类 万国颂赞上帝 这个计划 为什么这么讲 所谓的分散 它的意义 恰好就是叫做 制造尽可能多的 小共同体 和它们的边界 对吧 这样才能产生 更丰富和更繁多的 生命和文明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大家知道 在海水 海洋当中 有一些是冷水鱼 有一些是 可能亚热带的 那个热带鱼 对吧 在冷水里边 鱼是挺多的 对不对 在热带的那些热水 暖流当中 鱼也是挺多的 但你知不知道 什么地方的鱼 是最多的 是冷暖洋流 交汇的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 鱼最多的地方 因为它有 最多的可能性 和那种生命力 所以呢 生命它的本质 其实就是不平衡 不是平衡 你的体温 如果跟外界平衡了 就说明你死了 对不对 你的心电图 如果它平衡了 这就是死了 是不是 所以生命的特征 就是不平衡 就是那个反伤 那个自组织性在 对吧 所以 快和慢 相遇 冷和暖 相遇 咸和淡 相遇 酸和碱 相遇 所有的这种 不一样的东西 相遇 在它的那个界面上 那个边界上 才可能万物生长 生机勃勃 这就是我说 上帝让人分散全地 才能够让人类的那种 上帝想让他实现的一些文明也好 是去敬拜他也好 是文化也好 是各个方面都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而不是大一统 所谓的大一统 核心意义却就是消除所有这些边界 消除这些差异 是人为在制造商的最大化 就是在制造虚无 所以 号称是看起来整齐化一 实际上这就叫做细胞的制臂分离 制臂分离 你就啥也不是 就不是一个生命 得到的只能是一种败坏和灭亡的平等 所以我们说 用人为的这个东西去操纵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做法 我还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说人对于这种实律的违背 或者实律在人身上的体现 有一个词你一定知道 叫做生物中 你违背了生物中 你会知道你的身体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对不对 你说人跟生命跟时间有什么关系 我说它有关系了 有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你的心律 对吗 你的心跳如果不在正常的那个神设定的那个节律范围内 你不就完了吗 你看到那个视波尔记最后这个 这不就完了吗 或者这也是完了 对吧 你必须有规律 在1914年就有一个特别大无谓的科学家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迈克吉尔大学 有一个科学家28岁 他叫乔治敏纳斯 他制造了一台小小的机器 能够产生有节律的电脉冲 可以刺激心脏 让他按照我这个机器的那个节律去跳动 他认为这个机器可以在人身上进行实验的时候 就面临一个选择实验对象的问题 选谁呢 想来想去就选到自己吧 于是他就在那天晚上开始做这个实验 过了很久 开门的 说下班了 为什么这人还不出来 实验室为何如此安静 走进房间就发现这位科学家就睡在实验室的长椅上 身上绑着许多电线 散布着许多电气设备 还有一个已经跌碎的仪器连在他胸前 正对着他的心脏 而且还有一个仪器正在记录他的那个心脏的跳动 他就是在没有恢复知觉当中死去了 这就是真正的作死 是不是 他拿这个东西来调控自己的心律 你知道吗 一招不审思了 这就用人为设计干涉神定的截律 神所造的事情是非常之奇妙和伟大的 是看你有没有从神来的智慧去发现这种事情 比如说有种菜叫做甘蓝 就是像紫色的卷心菜那个东西 你有没有试着把它横着切一刀看它的图形 有没有看到数学规律在这里面 非常的美 对吧 所以很多这种奥妙的微妙的事情 我们现在认识的太少了 这样的意思 人总喜欢用人为创造的一些事干预上帝的创造 比如说计划生育 那和计划经济一脉相承的一种哲学 对吧 就造成了今天这种異形的家庭 是不是 人口的数量你未必能降下来 可是人口的结构却一定是恶化 然后道德沦丧 风俗败坏 劳动力短缺等等什么问题都来了 那个跟拿电刺激心脏那种作死没有区别 说实话 那就是一个民族在给自己奠基呢 就这种事 这就是用人为设计干扰神的节律 其他一些 或者叫做人为的 或者主动的 或者被动的 背识或者诗识 还有很多 比如随便举几个 比如说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对吧 可是我们今天特别在都市的生活 就是黑白颠倒的 是叫早晨从中午开始 月亮当太阳来使唤 是吧 你过这种夜生活 然后你就老得很快 或者是死得很快 还有呢 六日劳碌 一日静伴 结果现在好多人 这个班上到全年无休 你至于远离上帝 大家如果看过什么魔鬼家书这里的话 你就知道 魔鬼最大的一个武器之一 就是让你陷入一种不可遏制的繁忙和疲劳当中 对吧 让你远离上帝 喜年和安息年 这个精神你说多美啊 工作个六年七年 有一年可以去完全去安息 什么都不要做 对吧 这样一个人可以休息好 更好的去做这件事 可是现在有多少人都有这个机会 你的单位给你好道 给你放个安息年 带薪休假 多数都是好道 尤禁灯窟 不得不彻底休息 在医院休息 对吧 上帝对以色列人 违背喜年和安息年的处罚 也是让你直接被掳七十年 一次休息不够 你一共住了四百九十年 你都没有过安息年 对吧 应该是七年一次的 那好 除以七 七十年 一次休息够 被掳 道理就是这样 你不休息 你也会休息 你不主动休息 你就会被动休息 下边说男大当 或者女大当家 这个也有神设定的节律 比如说男女 他的性成熟 都是从青春期开始的 然后到二十五岁左右 完全成熟了 就是你那个身体 预备的是最好的 生理状况是最好的 再具体来说 二十五岁生孩子最好 那是你力量强壮的时候 生出来的 是吧 但是 现在至少在城市里 基本做不到 因为 很悲催 很遗憾 我们读书的这个时间太长了 毕业太晚了 另一方面 今天二十五岁的人 绝大多数心理不成熟 不是生理不成熟 很少有人在二十五岁 就能做好 做人配偶 做人父母的准备 所以现在有好多 大叔级顽童 还有中年少女 大量的存在 就说明别二十五 你三十五也未必做好准备了 是吧 还有我们说生死顺命 一个人的授数也是神定的 当西西家一定要求增加十五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有一个另外非常奇特的神迹发生了 那个日轨倒退的时度 对不对 这里边就有隐秘的呼应的 已经在告诉你 对于时间这种命定的节律的改变 要付代价的 你得十五年这倒退一下 告诉你这里边有代价 他的那个代价也很沉重 国破家王甚至于后来 对吧 所以有多少人能够真的像保罗一样 说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很清楚知道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而不是说上帝啊 再给我增加十五年吧 我还有好几个地方福音没传到啊 我还想去一下中国传福音呢 不用那样 对不对 你的时候到了就是到了 生死顺命 不要在那忘求一些东西 这些都是或主动或被动的 对于上帝造的石 这种万物各但其时的那种违背和伤害 另外一种对于时间的伤害 或者说时间对罪人的伤害 体现在的另一个方面叫做临时 临时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计划随机做事 各种临时起义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教会也好 不是说教会才存在啊 中国绝大多数地方都是这样的 我们预告一个一个月以后的活动 让你现在报名 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确定 他在一个月之后那个时候 有没有时间参加活动 看看你的计划 肯定没有说有一个月以上的计划 你都得说那看看吧 是吧 那再说吧 对不对 那到时候再看吧 这句话就跟差不多 无所谓 这是最可怕的几个话之一 其实 没有计划性 对吧 全是随机做的 这样的 你要注意啊 我们还拿一个属灵借口 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你要知道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不等于不要为明天做计划 主还说呢 你们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 不先坐下 算计花费 能盖成不能呢 对吧 恐怕你开工不能完工 他说你一定要有计划的 临时的意思 就是说明 罪对人的伤害越深 人对于时间的看法 就会越来越短 有一话叫人穷至短 是不是 这不是说光你是钱方面缺乏 你就制短了 是说罪对你伤害之后 这个人对于时间的看法 就越来越短 经济问题还真不是其中最重要 有钱的很多富人 他也一样在那贪图享乐 他对世界的看法 时间的看法也很短暂 对吧 就像在这个史书上记载着 汉武帝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做主妇也 这个人有一句著名的一句话说 丈夫生不无顶时 此即无顶烹耳 他的意思是说 我如果无顶时 就是拿那个大顶煮食物给他吃 意思是高官厚禄 我如果能够在世的时候 获得这种幸福 这种高官厚禄 我死的时候被无顶烹 就是被人无马分尸 做了可以 这就叫做一种顾眼前 对吧 我管那个呢 就是这意思 或者说 有人一个进朝 有个叫桓文 这个人的一个特别著名的话 你可能不知道是他说的 他说一句话叫做 大丈夫若不能流芳百世 就要怎么 就要一臭万年 这句话在说明什么呢 就是当最进入的人里边以后 他一方面对时间的看法越来越短 可是另一方面 今天读的经文告诉你了 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 对吧 他对心里对于永恒的渴望还是在 所以他就要以某种奇葩的方式 实现这个永恒 不能被人记住美名 那么记住一个臭名也可以 想用各种的其他方式去征服时间 或者我写一个名著传下去 或者我做了一件什么大事 让人家记得我 这样的意思 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实现永恒和永生 说了这么多东西以后 我们说了这种罪的伤害 说了护理的教义 最后我们回到传道书 时间的单向性 在罪人来看 本身就是最大的伤害 有死亡存在 可是在这种一定滑向空虚败坏的过程中 竟然还有秩序和生命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奇迹 因为上帝安排了那许多的节律和定时 因此 人所谓的与神同行 是什么意思 有时候姊妹们逛街喜欢手挽着手 闺蜜 在那同行 对不对 你有没有注意一个问题 两个人一起逛街 最后你俩的步频是一样的 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总是特别快 一个人总是很慢 那为什么你俩要逛街 对吧 他应该是一样的频率在走 所以你与神同行 说的就是在这种频率和节拍上 你符合神造的那些节律了 这样的一种意思 这样的人在圣经上叫做智慧人 比如经文那边有这样的一些 其他的经文 说以赛加支派有二百族长 都通达实物 传道书也提到说 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 还有在以色帖记里面提到说 这些智慧人是知力明法的人 对吧 所以智慧就是辩明定理 这里边这个定理这个词 它的解释的意思就是 惯例程序裁定判断这些事 一个智慧人之所以是智慧人 就是因为他能够分辨神造的那些时间 那些时候 因为希伯来语的智慧的意思 本来就是判断力 分辨力 你想一想分别善恶术是什么意思 那叫智慧术 对吧 判断力就是智慧 而和神心意的那些惯例 程序裁定判断 那就是要万物的节律 就是第二页 你要能够更多的掌握这些 你就会真的是成为智慧人 而这些东西要么来自神的启示 要么来自漫长的时间 在真正的历史当中凸显出来的一些结论 你对于这两样事情的把握 这就叫做所谓保守主义的精髓了 当然又来另外一个问题了 人因为自己的有限和有罪 原则上来说 你不可能完全了解这些时候和定理 你甚至连大部分了解也做不到 就像经文说的 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 是的确如此 道理上如此 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 他不知道将来的事 因为将来如何 谁能告诉他呢 是有定理 可是你不知道 对吧 是有时候 可你没有那个智慧去分辨 这是人的一种悲哀 所以未来 对于预定了万事的神来说 他已经就在那儿 是存在的 可是对于我们来说 他的确是一个尚没有展开的话觉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刚才如果所说的那种变明时候 叫做智慧 现在我要说是二阶的真智慧 真智慧是什么 也是传道书说的 他说在日光之下 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得胜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明哲的未必得资财 灵巧的未必得喜悦 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出现了一个时机问题 对吧 时候之上还有时机 所谓这个机会就是那种 看起来无序当中的有序 有序当中的随机 随机当中的命定 命定当中的奥秘 机会 不是这个人 马云就比你更聪明 还是那个雷军说那话很有道理 起风的时候猪都会飞 你赶上那个机会了 对吧 不是因为你这个猪 真的是掌握了多么高的 飞行姿势水平 是因为机会到了 风起来 这是关键 所以生活中 生命中有很多这种机会 可是 有些人抓住了 不仅能够知道定理 分辨时候 还能抓住机会 这就是有了更高层次的智慧 但是 还是大多数人 他大概抓不住所有的机会 对吧 我谈几个对象 我才能知道哪个最适合我呢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谈完第八个以后 发现第二个最适合你 那怎么办呢 那你说 那我谈到第二个就结吗 万一第三个更好呢 很难 对不对 有人就很理性的 我们以三三制 我先谈三个 来测出来人群当中 配偶的平均质量是怎么样 发现三个当中 这个水平 这个就很好 然后再谈后三个 能达到那个水平的 就给他解 这是数学方法 是吧 但是无论如何 总义想说 你想抓住所有机会 近乎不可能 对吧 可是这个不是让你绝望 意思就是说 很多定理时候 我没有那智慧了解 很多好的机会 其实我也抓不住 然后这个时日又很短暂 在这种悲哀之下 如果你以为传道书 就是让你绝望的 日光之下 空虚补风 你不能参透 所以认命吧 这你就完全误会了 其实传道者紧接着就指出了 我可以称为叫做终极智慧 叫刚才那个是智慧之上 叫真智慧 这个就叫真真智慧 终极智慧 就是一个人在面对 把握不住的时机 和转瞬即逝的时日 他应该在恩典当中 学会叫做时常感恩知足 这句话很重要 他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 吃你的饭 心中快乐喝你的酒 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你要注意这句话 就是旧约里的音信称义 我们说音信称义 因此你需要去分别为圣子去过 就是在告诉你 是因为神已经接纳了你 你才为了感恩和荣耀 他做那当做的事 而不是我要做什么好事 好来去取悦上帝 让他称我为义 对不对 我们一直在反复说 这个神学的区别 对不对 可是这个不是在新约里才有的 旧约里就有 你所做的这一切 是因为神已经悦纳了你的作为 悦纳了你之后 你才可以 而且应该在音信称义之后 下一句话叫做赖恩得胜 怎么个赖恩得胜呢 就是活出那个被恩典充满了的样式 具体来说就是 你要时刻保持敬钱 就是你的衣服要时常洁白 你要总是保持高贵 你的头上不要缺少 如同高王的那些高庸 你要有高贵 以及 虽然日子很虚空 你要跟你所爱的人 你的妻子 你的丈夫 快活度日 那是你当得的份 所以 时刻敬钱 总是高贵 常常喜乐 这才叫终极智慧 无论你知不知道定理 时候 你抓不抓得住机会 你仍然 可以这样去过 当你这样去过 你就是在与神同行 就是在地如天了 所以 盼望我们的神 赐给我们第一种智慧 或者赐给我们第二种的真智慧 但我们最盼望的是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 赐给我们这样的终极智慧 让我们虽然还活在时间之中 但不再受时间的伤害 虽然还活在世界里 但不再被世界的漩涡 把你卷携 裹携走 让我们真的可以去 因信称义 赖恩得生 过上这样的荣耀神的 在地如天的生命 好 让我们来祷告 主啊 我们知道并非时间伤害了我们 而是我们伤害了时间 我们亵渎了上帝 主啊 我们以各种人所定的节奏 节律 生命计划 来去掌管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生命 甚至于去干涉别人的生命 主啊 我们这些背识犯罪的行为 已经真的是侮辱了你 也伤害我们自己 我们求神你的恩典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理性 我们的知识都被更新 都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晓得你的真智慧 晓得你的真恩典 让我们在这世上的活法 再也跟以前不一样 让我们真的可以能够在这时间当中 短暂的时日当中 去明白我们有那通往永生的盼望 让我们在这个看似复杂的 败坏的世界当中 仍然看得到 使你隐藏在其中 没有被消灭的那些 美丽的 深刻的 不容易发现的 智慧和规律 主啊 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真的 有那被恩典重生的样式 让我们真的可以 长长的敬虔 长长的高贵 长长的喜乐 祝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咱们 好我们消息两分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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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